这个维利肉造面啊 今天又换了这个维利的另外一种面来吃 每100克2090千角啊 也是维利专门针对澳洲出块 就出的这个出口版 然后泡好的感觉是这样的啊 这个比昨天那个面的颜色显著的要浅 然后它也是两包料啊 一包粉包一包油包 油包里面就是炸葱油的那个 就是炸葱的那个味道 然后粉包里溶于水之后是肉燥的那个感觉 那么闻着呢 就是肉燥饭的那个感觉 不知道吃怎么样啊 就有点烫 这个面比昨天那个面比起来呢 煮完了之后是比较直的 昨天那个还稍微有点去 这个煮好就是直的 而且颜色比较浅 它的粉包比昨天的那个也显著的要小 昨天那个里边还有点干辣椒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这个面看上去很颜色很浅啊 但实际上还是很浓郁的 它这个粉包效果还是很好的 因为干煮 我都是煮快煮好的时候才放粉的嘛 所以刚开始煮的时候就完全是煮面的感觉 这个泡了粉之后 这个感觉很强烈 还是能吃得到那个油奇怪的味道 就是有油的那个泡面都能吃到一个油奇怪的味道 不是特别 就感觉像是剩油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大油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肉糟面的 味道啊 唯一就是吃不到肉糟 这个跟那个牛肉面比起来呢 这个稍稍的 这两个都是典型的 这个台湾口味的泡面的感觉 跟大陆的都有点不一样 如果这个一定要 这个肉糟面如果强行 要跟那个国内的某款泡面贴一下 我觉得跟有一个 忘了是统一还是康师傅 有一个红烧肉的那个面 稍稍有一点点像 把那个红烧肉的面的那个味道啊 调淡十倍吧 差不多就是这个肉糟面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早餐的这个视频 维利的肉糟面 那么我们现在还剩一个炒面达人的一个炒面 还有一个螺丝粉 还有一个瘦陶的面 还剩一个韩国的面 四馆面 还没试吃 那么 那么继续关注 微博搜索 微知小败 与我互动 拜拜